如何不敢,只要你能赢,本王立马下令退兵。 这就是你当将军的能耐嘛。 五万人马敌十万大军,不是找死是什么?如今要王爷生死不明,若是一位把希望寄托在要王爷身上延误了战绩,韩相爷担当的启骂。 西京大军,敌我大舟西锤,尚需些时日。欧阳将军如何笃定要王爷就回不来了?莫非…… 韩相爷,皇上的弓箭禁卫队可一直都是你代管的,列场一事,你必须负全责。 皇上,老臣忠心耿耿,断然不会做出通敌之举,皇上明鉴。 欧阳将军,你继续。 皇上,西京出兵西边,离开北疆驻兵最近,老臣斗胆,请求暂收要王爷兵权, 调遣北疆精兵,支援西锤。 皇上,万万不可,一旦调动北疆驻兵,北疆会…… 韩相爷,西楚的祥王和长公主都还在使臣大悦,你这话若是传到他们耳朵里,你解释得清楚吗? 父皇,军机不可延误,儿臣愿意请因西战,把我大州疆土。 皇上,老臣愿亲往北疆,调遣北疆之兵,支援二皇子。 天徽帝终是等不下去,立马下令拟旨,只封二皇子为平息将军,调帝都近郊一万驻兵,赶赴西锤。 皇上,微臣斗胆,要十三骑之手,欧阳赤同行。 祝你 thr